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这口设计之美 这口设计的这个哲学技术以及它的应用 那在这个小单元里头呢,我将以这一个五指旗,就是我们下旗的时候 有这个五指旗当一个范例 那么我们把重点放在框架的设计上 因为框架里头呢,有很多很多的JCO 其中最有名的JCO呢,就叫做API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API嘛 大家用过这个iPhone,用过这个微软的这个档内的框架 用过任何的平台都会有API 那么这个平台呢,目前的主流平台 幕后的架架就是叫做框架 因为框架是一个可以执行的代码层级的架构 框架是一个可以执行的架构 所以它提供了API给AP开发者来写APP 那这个API呢,这个i就是JCO i就是JCO 所以呢,表达JCO最擅长的就是EIT造型 因此呢,这个EIT造型呢 跟这个框架就息息相关了 那在这个小单元 那么我就来带你从EIT的造型到框架 然后呢,我们以五指旗的应用当一个例子 然后呢,我们依据传统的从这个类造型的思考 来这个设计,五指旗 之后呢,这个设计出来呢,并不是框架 因为它还没有厘清它的JCO 因此呢,我们就进一步 应用我们熟悉的EIT造型 来寻找这个JCO 寻找隐藏着的JCO 设计我们创意的五中生有的JCO 然后呢,用EIT把它表述的很清晰很明确 然后交给开发者来把它落实成代码 那么代码有两种 一种就是框架本身的代码 一种就是基于API 而来开发的这一个APP 就是应用程序的代码 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收银框架 Framework是当今主流平台的幕后的一个架构 然后呢,从EIT造型来思考这个架构的设计 首先,我帮你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也就是Pullend的动作 Pullend的动作 首先框架是一个平台 好,换句话说 这个Android的平台 幕后的主要的架构就是框架 像在微软很有名的叫做档内的框架 那就是档内的平台 OK,所以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来 主要的软件的平台 都是以框架的方式来支撑 来实践这个平台 包括Android的平台 包括IOS的平台 它都藉由这个框架来提供API 也就是JECO 来支撑40万支的APP 也就是来跟这40万支的APP 来做对接 依赖的就是这个API 就是这个JECO 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主题所谈的JECO设计之美 那么对于框架的开发就非常重要咯 非常关键咯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以完整的例子来告诉你 怎么用EIT去思考JECO 怎么把框架的API设计好 然后来实现我们的平台的建制 再来支撑40万支AP的开发 所以基于EIT的造型 去寻找那个隐藏的JECO 还有设计我们创意中无中生有的JECO 然后呢,把这种JECO呢 把它表述的很清晰 就能够明确清晰的定义出框架的API 框架是当今主流平台的幕后架构 它支撑了这个当今苹果跟谷歌APP 应用商店的运作 如果没有这个框架 这个来支撑当今的应用商店 就不能运作了,OK 所以我们来看当今主流平台的幕后框架 就是幕后的架构 就是以框架的形式 所以刚刚也提到过了 框架是一个平台 例如Android平台 iOS平台等等的 那么之前我们说过了架构设计 必须迅速落实成代码 OK 我们在过去所谈的说 无论是一般的架构设计 还是这个敏捷的开发 那么我们的架构设计 都要尽快的能够落实成代码 那么大家就会问 那我的架构设计 我的架构 那落实成代码 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代码 所以这里头呢 我们就来说明了 用架构设计 应该落实成为 而且要快速 落实成为可执行的代码 那这种可执行的代码呢 有两种 一种叫做框架 一种叫做App 由强龙开发框架的代码 强龙就是苹果跟谷歌 有地头蛇开发APP 第三方AP开发者 广大的几十万的AP开发者 相对上都是地头蛇 那这成为强龙地头蛇的分工模式 也就是当今这个应用商店的主要的分工模式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Android的框架部分 Android的框架 包括有Activity 基类 包括有Media Player 现成的框架里头 提供的这一个音乐的播放器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class 在背后 所以它总共合起来 就变成了我们的所谓Android的框架部分 那么框架部分 接下来就是写APP 就是写APP的部分 所以APP就写MyActivity 就是Activity的类 然后再写另外一个自己的类 来调用 这一个Media Prayer 这样的一个播放器 那 现在要引导你去看哦 这一口在这里 这一口在这里 一般人会看到的这是类 看到的类 这就是过去 我们以类造型 来思考这个世界 认为所有的软件 所有的世界 都是对象过程的 因此呢 我们就把重心 都会放在这个类上 现在呢 我要引导你 把重心放在这口 这里没有很明确的表现出来 这叫做隐藏式的这口 这边也有这口 这边也有这口 OK 那这个就是 框架跟APP之间的这口 这个叫API 这叫API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 刚刚看的是Android平台 现在 来换看看 iOS平台 也就是 iPhone的平台咯 好 一样的 在iPhone的 框架 它的平台幕后 也是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 提供了有这口 有这个类 啊 这个类 然后 这个就是i 这是这口 所以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EIT 这个本身 也是一个EIT OK OK 这是一个EIT OK 这边也是一个EIT 然后 把E跟I 就变成框架的一部分 框架的一部分 好 再来重点就是在接口咯 所以 一样的 我们今天 要回到接口 这里也有接口 就是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 所以 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个接口上 所以框架 跟APP之间 就是接口 那么 能够厘清这个接口 才能够让框架跟APP 能够组合得很好 也就是说 厘清的接口 就能够让APP跟框架 分离 然后 又能够合起来 叫做 分合自如 OK 好 EIT造型的焦点 刚好是在I 因为框架的焦点 就是要提供I 来跟APP都对接 那么 EIT造型的焦点 也在I 所以 这个I 恰恰好 就是框架跟APP之间的 衔接点 也成为 框架团队 就是开发框架的 墙隆团队 跟地头舌团队的 分工的界线 因此呢 这个架构师 就可以藉由EIT造型 来表达 表述 框架跟APP之间的接口 然后呢 由强隆来 开发 这个E 因为EIT 开发跟E 定义出I 然后呢 也开发其他的相关的代码 就成为软件框架咯 这边还有其他的 class 除了I 之外 还有其他的class 这样这边就构成了 IOS 框架 就跟IOS 框架咯 然后呢 再由这个 提供 把框架提供给 APP开发者 然后他就 依据这个I 而来开发这个T 就成为应用软件咯 好 那我们接下来 继续来 刚刚是说明了 框架的焦点 在提供API 那么 EIT的焦点 在表达 这一个 接口 这框架的 主要的用意 要提供接口 来跟APP做对接 EIT 刚好是 最擅长 最能够把接口 表达的明确 的一种造型 因此呢 我们 就可以从EIT造型 来做 为框架设计的基础 所以我们 通常呢 一个框架 含有很多接口 OK 刚刚你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接口 这里有一个接口 OK 含有很多的接口 这里还有一个接口 这里还有一个接口 OK 这里的接口 OK 所以 含有很多接口 所以需要有一群的 EIT造型来 表输这些接口 这意味着 我们如果将一群的 EIT造型 把它组合起来 就成为 框架的 核心的部分 也就是 就表现出来 框架 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 跟APP 衔接的接口 因此呢 我们就得出一个概念 当我们 把EIT造型 当成积木 我们就可以把它 组合出 设计模式 这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这样还不够 我们还可以组合出 我们现在 当今主流平台 幕后的 这个框架咯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 我们 透过 EIT的造型 可以来思考 来组装出 形形色色的 复杂的 框架 也就是 复杂的 平台 所以 只要在我们的 某个领域当中 我们去 找到 这一个 EIT造型里头的 E跟I 把它组合起来 就成为框架了 所谓 特定领域的意思 就是说 你可以在 这个 飞机的 售票页里头 找到 它的接口 可以在 这一个 银行信用卡领域 找到 这个相关的接口 可以在不同的领域 找到不同的接口 然后 针对 不同的领域 把该领域里头的 这个E跟I 把它组合起来 那就成为 该特定领域的 框架 的核心部分了 OK 掌握了核心部分之后 再来 开发 其他 相关的 这个类 然后 集合起来 就成为 完整的 框架了 所以 我们就将 E跟I 组合起来 就成为 框架的 本身 然后呢 再 依据这个 I 来开发这个 T 再把T组合起来 就成为 F F 例如 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 包含有一个 Surface View 这就是E 这就是E 这是E 这个部分 Callback的 这一口 这就是I 这是I 然后 这是在 显示3D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领域 这个领域里头 就是要把3D的 还有影片 Pen 要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我们需要 有这样的一个 Surface View 加上他的这口 这样的一个基类 加这口 来 负责呢 来跟硬件 来做沟通 所以呢 在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很容易的 用EIT的角度 能够 来 找出来 来设计出来 这个 E 跟I 这个接口 那这个 E跟I 就构成了 Android的框架 里头的 一部分 的一部分 之后呢 再给 地头蛇来写App 这就是APP的部分咯 所以在这里 这个Callback 就扮演I的角色 然后呢 Surface View 扮演E的角色 OK 那这个MyRender 就代表T的角色 OK 所以Surface的引擎 这个就是E 他透过I 来调用MyRender 他扣他的时候 他可以扣他 OK 这里收银的 这个虽然框架并没有包括T 就是 框架的部分 就是这一部分 他并没有包括T 并没有包括T OK 但是 要设计好这个框架 设计这个I 脑筋里头 不能没有T OK 这样子 顶 所以架构思 必须考虑整个EIT的造型 将T考虑进来 才可以明确的表输I 这我上次已经提到过了 这个EIT 就是要有两个配角 I才能够明确的清晰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描述的清晰 需要把E跟T 把它考虑进来 考虑进来 只是还不实作 我们会先实作 E跟I 但是T还不会实作 但是在设计的时候 要先把它考虑进来 要把它考虑进来 譬如说 在做汽车的时候 我们会把引擎 还有这一个轮毂 轮盘的部分 I的部分考虑进来 当然也会把轮胎考虑进来 但是真正在生产汽车的时候 并不会去生产轮胎 因为轮胎用固特异轮胎 可能更加的便宜 OK 那么在维修上 它的这个轮胎的供应 可能更充裕 OK 所以带给用户 带给买主 带给客户 会更为方便 所以在义龙汽车 迷散汽车 还有这个 比亚迪汽车 它一般而言 它们会把轮胎考虑进来 才能够决定那个接口 但是它们不制造轮胎 所以同样的 这里在强龙 它要决定 EMI也要把T考虑进来 但是它不会去实际的开发T 只会考虑进来 来决定这个I 但是不会去开发它 所以因为这个EIT造型能够很明确的把I表述得很清晰 因此呢 就可以很明确的传达给AP开发者 因此呢 AP开发者就可以快速度的来开发很多很多的T 就是今天iPhone跟Android的平台 应用商店上面有40万只AP的来源 就是因为它有很明确的API来表述 让AP开发者很容易来写T来实现这个I 然后搭配到精确的搭配到E上面 因此呢 这个APP就以API以框架一起的编译 就成为可以上传到应用商店的这种可执行的应用软件 这我们称为叫做APK 所以APP的部分就指的是这个T的部分 然后框架的部分整合起来 这个合起来 才叫做APK 所以APK才是一个完整的可执行的应用软件 它可以上软到应用商店给人家下载到他的手机 OK 那我们一般称APP是指的是T的部分 叫做APP OK 然后框架的部分是指E跟I 然后整合起来一起编译成为可执行的这个叫做APK OK 那这里头我们就说过了 既然是EIT 就可以很容易的弄实成代码 所以呢我们这里的E叫ServiceView 这里是callback的接口 这本MyRender 那这是一个完整的EIT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部分怎么实现成代码咯 在这里 这个时候实现 你看 MyRender implement Serviceholder callback 这就是 在实现这一个 E的对应 接口对接口 这个 接口对接口 然后 子类 E对E的对应 OK E对E的对应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这一个 ServiceView ServiceView又 呈现在哪里 这里 是在Activity里头 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New ServiceView 所以 这这E 对应到这里 那这是因为Google已经写好了 所以就不用再写了 那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callback的接口 是强龙已经定义好了 现在这个是地头蛇的事 地头蛇写T 强龙写I 强龙写E 写E 所以地头蛇只要写T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写一个Activity 来做装配的动作 你看 先New引擎 然后再New轮胎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它做装配轮胎的动作 这里 好 这个是引擎 Gate Holder之后 把 Mr加上去 这个是 New轮胎 不是New引擎 这是New轮胎 然后 把轮胎装配到引擎里头 装配到引擎里头 OK 那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说明了 Service View 的对象 向WindowManuel Service 取得一个 Service 一个Service 一个画布 然后打包在这个Service Holder里头 好 所以当他拿到画布之后 他会把画布送回来 送到这里来 叫Service Created 就是 这一个Service View 他向这个WindowManager 取得这个Service的时候 那么他会把 这个送回来 这我们在之前 都很详细的说明过了 OK 这里则是 再帮你做个复习 但是我们这里的重点 不在于 讲解 Service View的 一个运作 而是重点在于 这个框架的接口 OK 那这个时候 就透过Callback接口 来 调用 这个子类 调用T 就是 在这里 我们再把这个 代码再说明一下 首先 这一个MyActiv AC01 这样的一个子类 这是App的部分 首先 New一个引擎 New一个轮胎 然后把轮胎装备到引擎 之后 就来一个Set Content View 这个时候呢 就会 跟这个WindowManager 来做一个沟通 WindowManager来做一个沟通 那么他就会 跟WindowManager去拿一个画布 拿到画布之后呢 这个 Service View 会 透过这个接口 来调用 这一个 T 里头的 这个函数 这是 Service View 透过这个接口 来调用 T 里头的这个函数 然后 把这个画布 把它丢回来 画布是存在 Fore的里头 OK 存在这里头 那这个时候 就去 创建一个小的线 线程 那透过这个线程呢 就可以去 把一个图案 显示在 这个Service View上面 或者呢 在这个 继续来做 画图的动作 OK 所以 所以 透过Service 透过Coldback的接口 来 调用这个T 调用这个T 里头的 Service Created 这个时候呢 就把holder 把它传过来 给T 那么T就可以 从这个holder里头 取得 画布 Carrus 然后这可以在上面 画图了 在这边 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边 就取得了 Carrus 有没有 画布 就可以在画布上面 画一个Circle OK 那么以上 说明了 这个框架里头 含有 很多很多的 这个EIT的造型 其中的一个 就是 Service View Coldback MyRand 这就是一个EIT的造型 那这个EIT造型的 E&I的部分 就是 Android的 框架里头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就是 一个EIT 里头的E跟I的部分 就成为 Android的 框架部分 OK 那 这个T EIT 就是给APP App来 App开发者 来写App的时候 来开发的 那这成为 App的部分 好 那我们 在 这个部分呢 就帮你介绍 说 让你了解 EIT 跟框架 之间的 这个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那个I 框架 提供 API 给 千千万万的 App开发者 那么 这个I 怎么去设计 怎么去表述 啊 怎么去想它 那么 这个刚好 EIT 它的焦点 就在I上面 所以两者 有相当 紧密的关系 待会儿 我们就以 实际的 这个 吴子齐的例子 来帮你 说明 实际的 用EIT造型 来思考 设计 以及 表达 这个 框架 表达 吴子齐的 这个 应用框架 OK 那我们就 先讲到这里 谢谢